同学们今天我们用这张画来学一下一个看起来有点脏的颜色要怎么在画面当中运用 画之前我们同样是用清水打了底的 接着我们就开始铺底色 现在这个颜色它看起来就是会有点脏 是因为它给我们的感觉它既说不清楚是绿色的也说不太清楚是蓝色 因为它难分辨所以就会给我们感觉它容易脏 前面的颜色用了蓝色绿色还有黑色来调 后面我们就加入更多的蓝色去铺底色 有了群青和这个普蓝的结合 这个底色就显得不那么脏了 再用普蓝加上一点黑在中间滑了几道 一吹干这个小高级感是不是就出来了 任何颜色只要有合适的搭配 或者放到合适的地方它都是好看的 当它分不太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它加上它附近的颜色 比如说它蓝绿分不清楚 我们就让它加入更多的蓝或者更多的绿 今天这样的话最后面底下我们点缀上深浅两层建筑 然后顶上加个月亮 再加上一些小灯光和飞鸟点缀一下 这张画就很哇塞 大家学会了吗 2 感谢观看